上辈子,她是天真无邪的大小姐,却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话,将她老公的爱视作洪水猛兽,避之不及,这一辈子,她决定要好好地爱她,夜晚,一个废弃的仓库里,一个女孩死里逃生,最终还是被困在了这里,伤痕累累,看着都疼,地面一片汽油,围首的人笑了笑,陆太太,你可别怪我们,我们只是拿钱办事,你腿已经断了,胳膊也折了,无论如何是跑不掉的,朝言可怜兮兮的抬眸望着她,可是她一点都不想死, 但是她这一辈子,恐怕就要死在这儿了,这也怨不得别人,如果不是她全然信任白威,也不至于沦落到这副模样,她点燃了打火机,十分的得意,时间不早了,雇主也该着急了,陆太太,我这就送你上路,如果你变成厉鬼寻仇,可得找你的妹妹,说完,把打火机扔了下去,火迅速燃烧起来,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,可是她还想再见一面陆景泽,几分钟后,火烧变了整颗仓库,一道焦急的男生响起,朝言,你在哪儿,快回答我, 他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,为什么会在这里听到陆景泽的声音,这时就看见陆景泽急匆匆的赶来了,一脸担忧的模样,朝言感到很惊讶,陆景泽竟然来了,他上前几步,一把抱住了女孩,朝言,我来带你回家,朝言感动的哭了,为什么要来,我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做,你还有活的机会,你别管我了,快走,陆景泽眉头紧锁,没有你,你觉得我会独活吗? 他嫁给陆景泽的五年礼,始终待他那般好,可他却宁可听信白威的话,将陆景泽的爱视作洪水猛兽,避之不及,现在才发现,他错了,却为时已晚,朝言哭得很伤心,如果来生我,还能遇见你,我一定会好好爱你,最后,他们永远困在这里了,没有走出去,2023年3月,他再次睁开了眼,感觉自己很疼,但他不是已经死了吗? 看了桌面上面的日历,才清楚,自己回到了过去,这里是他以前的房间,摆设布局,都是五年前的模样,最后,走到镜子面前,也发现自己的模样,和以前一模一样,他真的重生到了五年前,如果这不是梦的话,那么陆景泽还活着,还有那些算计他的人,此时正在算计吧,继母段玉杰心有不甘,没想到老头子快死了,还想着白朝言这个小贱人,竟然要把财产都留给他,可怜我们微微,一分都没有拿到,父亲也是如此,别接,等他醒来后,我会立刻哄他,将所有财产, 都转到我们的名下,反正他马上就要嫁进陆家了,到时候,这一切还不都是微微的,朝言站在这里听得一清二楚,等那个贱人嫁入了陆家,我们就再也不用为财务危机而担忧了,与陆家攀上了亲切,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,他狠狠地咬紧牙关,爷爷进医院开始,他们就做好了这样的盘算,而此时,自己还被蒙在鼓里,白辅声提醒他小声点,朝言还在楼上,段玉杰一点都不怕,他睡得渴死了,天真无邪的大小姐总,是很有安全感,不是吗? 是啊,上辈子他是天真无邪的大小姐,不仅完全信任他们,还将他们当作至亲,结果却害得连陆景泽都陪他一起葬身火海,这一次他绝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传闻高冷霸道总裁暴虐成性,私下玩死了不少女人,但他这一生只爱自己的老婆,活出性命都行,白辅声抬头,就看见楼上的朝言,他被发现了,心里一咯噔,还不能让他们查出异样,他们俩终于慌了,朝言什么时候醒的,不会全都听见了吧? 他假装没事的样子,打了一个哈欠,悠闲地走了下来,爸,阿姨,你们在说什么呀,都把我吵醒了,白辅声慈祥地笑了笑,爸,没什么,瞧他这副傻样,应该没听见,他指了指桌面的文件,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,朝言高兴地走了下来,打开文件,竟然是房产转赠合同,果然,是这份包装成礼物的财产赠与合同,白辅声笑得很猥琐,爸爸打算将郊区那栋别墅送给你,当作嫁妆, 虽然是我们高攀了陆家,但我们也不能失了面子,其他的都处理妥了,只差你在这上面签字了,为了拿走爷爷的财产,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,上辈子傻里傻气地接受了,而这一次不会,朝言惊讶地问道,这是爸爸的别墅,给我真的没问题吗? 他点点头,当然了,爸爸的就是朝言和薇薇的,朝言醋了醋眉,爸爸最近已经给了我很多东西了,再给我这个的话,薇薇又该朝我发脾气了,不过,一个月后就是我的生日,爸爸可以在生日上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,在那之前,我会,装作不知道的,李玉杰刚想说话,就被白辅声阻止了,一副笑眯眯的模样,好,朝言说什么就是什么,现在已成定局,一个月而已,他等得起,他小心提醒道,待会儿陆景泽就要来我们家里送聘礼了,你虽然不喜欢他,但也不要摆在明面上, 爸爸知道,你不想嫁给陆景泽,但爸爸也是不得已,陆氏集团在全球都有产业,可以撑得上一手遮天,我们这种小门小户,怎么能与之抗衡呢?不过陆景泽容貌尚成,洁身自好,你嫁过去,也不会太过吃亏,他明知道陆景泽暴虐成性,私下玩死了不少女人,白朝言嫁给他,怕是这辈子就要到头了,朝言十分的乖巧,爸爸说过,只要嫁给陆景泽,我们家就会变得更好,这都是为了我们家,白辅声很是满意,朝言真是他的好女儿,还真是好操控,果然是个 傻子,忽然叮咚一声,应该是陆景泽到了,朝言开心的跑去开门,心里眼里想的都是陆景泽,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刻,真的是自己每天想念的那个人,陆景泽非常的绅士,帅气,手里捧着一束鲜花,他心跳加速,陆景泽,真的是你,我终于又见到你了,上辈子你那么爱我,甚至为了我白白葬送了自己的生命,这辈子换我来爱你,从今往后,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,这一事,千金小姐决定要好好的爱他,不辜负他的爱,陆景泽心里一咯噔, 他为什么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,朝言擦干了眼泪,请进,他们两个赶紧走过来招待,陆总,快,快请坐,保镖冷冷地开口,就不麻烦了,我们走完流程就走,这是陆总给白家送上的聘礼,他看得眼睛发光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,这点东西大概也就值150万,虽说本来对陆景泽送的聘礼毫无期待,但这也太贵重了吧,保镖看他迟迟未收,大声呵斥,怎么,这是对陆总送上的聘礼不满意,他们两个赶紧表态,满意,这聘礼,我们就收下了, 白府生悄悄地告诉妻子,这点钱对于公司来说,无异于杯水车薪,不过暂时也能解一时之急,重要的是白朝言手里的财产,上辈子他以为这些聘礼是陆景泽对白家的侮辱,因而大闹了一场,使得他们俩之间存了芥底,后来才知,原来他准备的聘礼从来不是那些,而是深火烈焰,一位女生走了过来,打开了手里的盒子,白小姐,这是我们陆总给您的定亲礼,李玉杰惊呆了,这是深火烈焰,想想又觉得不对,深火烈焰不是被收藏在珠宝博物 今天早上他还看见他正在展出的消息,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陆景泽的手里,难道这是房品,陆景泽心里很紧张,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,李玉杰瞧他这样子,笑了一声,果然是复制品,仿的模样还挺像,幸好嫁给他的是白朝言,而不是他们威威,朝言从桌面上拿走了这个盒子,仔细瞧了瞧,这个深火烈焰红宝石,原来珠宝博物馆展出的还是复制品,因为当年他刚在拍卖会上露面的时候,就已经被陆景泽高价买下,而珠宝博物馆出三倍成交价购买,都被他开了, 开口拒绝,无奈指的用复制品展出,可笑上辈子,他不懂陆景泽的情也不是红宝石的货,竟然信了段玉杰,当作高仿品,就送给了白薇,这一事不会再将他的心意肆意践踏,想着就把红宝石带在了自己的手上,朝他笑了笑,景泽哥哥,你送的这个,我好喜欢,又看了看李玉杰,阿姨,我觉得这戒指好适合我啊,你觉得呢?陆景泽看他不说话,一双毛子阴厉地看着他,他才勉为其难地说,合适,当然合适,这戒指除了我们朝言,还真没人能配得 上了,陆总真的是用心了,要是说不好,会不会当场被杀死?这个陆景泽为了蒙骗白朝言居然威胁他,不过白朝言还真是好糊弄,都看不出这就是个高仿,朝言主动亲了他一口,谢谢景泽哥哥,他当场愣住,立马站了起来,他们两个惊到了下巴,疯了吧,白朝言这个傻子连陆总都敢亲,这下完了吧,陆景泽拉着他的手,冷漠地开口,跟我走,陆总终于把喜欢的女孩带回了家,朝言笑嘻嘻的,景泽哥哥,你要带我去哪儿?保镖准备离开前, 撂下几句话,婚礼定在下月二十六,我们希望能够如约举行,不然的话,白总迎这双腿可别想要了,他们两个被吓到了,外面,朝言跟着陆景泽上了车,他告诉助理,回西园,助理点点头,好的陆总,看吧,我早就跟您说了,当初的惊鸿一瞥不过是和尔蒙作祟,暗恋终究是没有结果的,更何况白小姐他,朝言立马皆生,我还什么,他尴尬地回过头,不知道白朝言在车里,他微微一笑,你怎么不说了,我还有些什么啊,陆景泽给他一个眼神暗示,敢乱说,你就死定 助理只好说好听的话,还有些魅力在身,与您简直天造地盛,陆总,我劝您还是继续练着吧,说完叹了一口气,逃过一劫,朝言往他身边靠了靠,景泽哥哥,你长得好漂亮啊,陆景泽长相确实出众,上辈子真是瞎了眼了,才想要从他的身边逃离,他又问道,景泽哥哥,你喜欢吃什么,我处一可好了,等到了什么夕缘,我做给你吃啊,陆景泽却说不用,助理回过头来,我们陆总喜欢吃牛排和三文鱼,不喜欢吃香菜,不喜欢吃带皮的番茄和茄子,不喜欢太过 油腻的东西,关于陆总的事情我都知道,白小姐如果有想知道的,尽管问我,陆景泽慢吞吞吐出两个字,多事,等说完了,才来阻止他,陆总的心思,可真是比还深啊,他嘴角勾起一次笑意,今天是他最开心的一天,李玉杰赶紧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,微微,计划有变,陆景泽把白朝言带走了,你说陆景泽是不是真的喜欢,白微微根本不相信,这是不可能的,陆景泽眼光就算再差,也不会看上一个傻子,就算陆景泽真的被白朝言吸引,那也不用担心,我早就为白朝言, 准备了一份大礼,绝对让他终身难忘,他们一起回到了陆家,管家迎了上来,陆总,欢迎回家,您就是白小姐吧,您好,我是陆家的管家,我姓方,上辈子因为他的骄纵,与方管家结了不少梁子,但他带他却依旧贴切,现在想起来,还是有些对不起他,有一个手下慌乱地跑了过来,小声地跟他说了一些悄悄话,陆景泽听到这些话,忍不住择了一声,随后看向管家,我先去趟书房,方说,你带他四处逛逛,管家恭敬的点头,是,陆总,管家做了一个 请的手势,我已经在庭院备好了插点,白小姐,请随我来,他附和地笑了笑,那就麻烦方叔了,管家觉得白小姐倒是谦和有礼,仔细一看,长相也是轻力脱俗,气质确实与之前的那些女人大不相同,突然一个老虎冲了过来,管家吓死了,白小姐,小心,豪门千金,霸气反击新机女,大猫咪爱心满满地扑到他面前,管家看到这一幕,都有点震惊了,朝延也挺喜欢这个大猫咪的,主动拥抱他,管家从没见泰哥和第一次见面的人,这样和谐相处,这时, 女佣匆匆赶了过来,实在抱歉,我也不知道泰哥怎么了,管家责备一声,不是说过不要带泰哥来庭院吗,他赶紧道歉道,对不起,我刚把他放出来,他就朝着这里跑来了,朝延乖巧地摸了摸他的脑袋,没事,我也挺喜欢泰哥的,女佣也一惊,泰哥怎么会跟他这么亲近,命令泰哥,快过来,泰哥不仅没有过来,还往他身上蹭了蹭,上辈子他到西园之后,是西园为囚龙,当自己为龙中鸟,平日里只能找泰哥倾诉苦楚,只可惜他后来精神违靡,不久就去世 女佣不明白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泰哥见了他之后,怎么连指令都不听了,白威说的没错,这个白朝延果然是个祸害,他假惺惺地笑了笑,我看泰哥是知道白小姐是未来的陆太太,专门来迎接他的,正好泰哥也到家餐时间了,我去把牛肉拿过来好了,说完他因着连走了,来到了一个房间,取走午餐,手里拿的是经界内置,这个药剂正好是白威给他的,少量可以给泰哥驱虫,过量可使泰哥陷入狂躁,如果白朝延对他有威胁的话,可以把这个威给泰哥,借泰哥的手,把他除 不掉,女佣最后终于下定决心,把这个药剂倒到了午餐上面,他拿着午餐回来了,就听见管家告诫朝延小心,毕竟泰哥是猛兽,他假意地笑了笑,我养泰哥这么久,还从未见他和人如此亲密,看来是有缘呢,说着递给他一块肉,那白小姐要不要试着喂一下泰哥,陆总平日也素爱喂食泰哥的,管家不同意,喂食泰哥风险不小,轻则受伤,重则死亡,白小姐更可轻易尝试,身为女佣,竟然敢顶撞,她是未来的陆太太,日后免不了要跟泰哥相 白小姐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吧,朝延抬眸看了她几秒,最后点点头,当然,管家十分关心,白小姐,您可考虑清楚,她表示没事,放心吧,方叔,说完她接过一块肉,爱心满满的看着泰哥,来,开饭了,女佣得逞的喝了一声,你马上就要完了,忽然她被一把拽了过来,陆总突然想起来没有喂过的经验,要她先示范一下,随后把那一块肉甩在了她脸上,霸总的保护欲太强了,果真是妥妥的宠妻狂魔,女佣慌乱的快速, 把肉块甩到地上,一脸惊恶的模样,朝延哀哑一声,这么好的肉就浪费了,你干嘛把它扔了呀,女佣气急败坏地看着她,朝延抿了抿唇,你以为我真的会喂吗,女佣十分地惊讶,难道她知道,朝延用脚踩中那块肉,这肉里含有大量的金剑类纸,虽然它有蛆虫的效果,但它会刺激泰哥的大脑,让他变得兴奋甚至疯狂,对不对,她只好装不明白,白小姐,你在说什么,就算不敢喂,也不用找这种理由吧,朝延撇了一眼筒子里的肉 不快,是啊,可是金剑类纸的味道那么重,想不闻出来都难,只是桶里这么多牛肉,怎么偏偏就你给我的那块菜含有大量的金剑类纸,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呢,她一直否认,白小姐,你别乱说,这么多年泰哥一直食用这款牛肉,从来没出过问题,朝延拧了拧眉,为什么之前从未出过问题,但偏偏今天就出问题了呢,看来,入家混入了有心之人啊,她大怒道,白小姐,您别太过分了,我是泰哥的饲养者,泰哥出了什么问题,我肯定也要受牵连,我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,朝延冷笑一声,真是一个不 不错的辩解理由,说着,取下她的香包,如果不是看到这个香包,她就真醒,从你走过来时,我就闻到你身上这股味道了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这里面应该是一竹吧,他所做的是被识破了,瞬间将在原地,一竹是种毒草,散发的忧香,可让猛兽沉溺其中,变得温顺,但这香味中也蕴含着毒素,只要长期嗅闻,猛兽就会渐渐变得神经衰弱,甚至是死亡,因而在一些地方是做禁品,没想到,你就是这么饲养泰哥的,上辈子,他还以为泰哥是被溃于 陆甲,郁郁寡花而死,却不想是一直被他用禁品饲养中毒导致,他终于承认了,笑了一声,白小姐鼻子这么灵,那不如闻闻这个气味呢,说完,让他撒了一抹粉,朝延闻了闻,这是其他老虎的味道,老虎素来不喜欢被侵入领地和私人空间,尤其是同类,老虎闻见了,立马呜呼一声,慢慢向他靠近,样子十分凶猛,朝延意识到完了,距离太近,根本躲不了,突然伸出一只手,把他抱了过来,与老虎擦肩而过,他抬头 一看,就看见,那个男的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陆景泽,陆景泽见眉一凑,我果然要把你放在眼皮底下,这句话上辈子,他曾错将他当作禁锢,白白地痛苦了那么多年,现在才明白,原来,这是他对他的保护,朝延立马钻进他怀里,娇滴滴地叫了声,景泽哥哥,他竟然也有点羞涩了,女佣哭着求饶,陆总,我是一时糊涂,才做了错事,我求您,原谅我这一次,他面无表情,十分冷漠,把他手搅折了,直接扔出去,你应该庆幸他,没有受伤, 不然的话,我不介意直接让你消失,朝延抬眸,景泽哥哥,你能先把我放下来吗,他紧凑着眉头,别动,要不然我可不能保证,待会儿会发生什么,朝延听到这话,更加害羞了,上一辈子,他遭人陷害,无视高冷霸总的爱,而现在,他只想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天,陆景泽抱着他回房间,女佣告诉这位男人,叶少爷,陆总说了,让您先回去等消息,他笑了一声,觉得很有意思,陆景泽把他独自抛在书房,就是为了这个女人,他抱着白朝延,直接来到了房间里, 他在他怀里很乖巧,还有点害羞,陆景泽轻轻地把他放了下来,叫他别动,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受伤,此时,叶思辰正躲在门外面偷看,没想到陆景泽这么猴急,大白天的就动手动脚,他准备拍下这一幕,想知道能让陆景泽变成这样的女人到底是谁,不料下一秒,他打开了房门,叶思辰瞬间摔了进来,朝延看见是他,有点惊讶,他看见是朝延十分震惊, 卧槽,怎么会是他,陆景泽很不爽,你怎么还在这儿,我不是让你回去等消息吗,叶思辰用手指着这个女人,有点愤怒,陆哥,你把他带回来,不会真的要娶了吧,白家狼子野心尚且不说,白朝延他也就长得漂亮,实际上怎样,你我都知道,你如果真喜欢漂亮的,我那倒是有几个,可以帮你介绍介绍,他听到这话,脸色阴沉,朝延站了起来,叶思辰,你如果想说我的坏话,大可背后说,没必要在我面前说吧, 说着,挽住他的胳膊,嫁给景泽哥哥的是我,又不是白家,我们俩情投意合,爱着你什么事了,用得着你在这挑拨离间,他被他说得哑口无言,陆景泽也下了逐客令,你该走了,否则那块地,他瞬间害怕了起来,好好好,走还不成,顺便再交代几句,陆哥,过几天的酒会,你可别忘了参加,如果你要带他的话,注意防范着点苏倩,我听说,他已经准备回国了,朝延眼眸深邃,苏倩是苏氏集团的大小间,与景泽从小一起长大,对景泽情根深重, 因而,对他十分厌恶,上辈子的酒会,因被迫陪同景泽出席,却引来了苏倩的嫉妒,酒会上对他刁难,让他出丑,害得在酒会上丢失了脸面,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,这一事,他绝对不会让他得逞,陆景泽看着他,这段时间,你就先住在这里,他满意的点点头,好啊,这样的话,我就能天天跟景泽哥哥在一起了,突然有点烦恼,景泽哥哥,我得回家拿一下换洗的衣服,他直接拉开了衣柜门,不用,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,他看到这些漂亮的衣服,非常的兴奋, 上辈子每当打开衣帽间,里面装着的永远是最新款的衣服和配饰,只可惜从未珍惜过,他激动的抱住了陆景泽,真诚的说了一声谢谢,他的心脏砰砰跳,眼眶都红了,朝延想起一件事,忍不住醋眉,我马上就要返校准备高考了,可能只有周末才能过来,你会让我去的吧,上辈子,他千方百计的逃离景泽,使得景泽胜怒之下,将他关在了陆家别墅,白白的错过了高考,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,景泽他应该会同意吧,朝延只好� 撒娇,景泽哥哥,你就让我去吗,我只是想好好学习,从而有资格站在景泽哥哥的身边,真的没有别的意思,我发誓,他点了点头,说了一句好,朝延有些意外,他居然答应了,原来这么容易,撒撒娇就可以了,为什么前世就从没想过与陆景泽好好沟通呢,他垫起脚尖,亲了陆景泽一口,景泽哥哥,我真是太爱你了,上一世他被人诱骗,导致无法学习,而现在他只想好好学习,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,终于又回到了这所高中,这次谁都别想, 不想阻拦他学习的步伐,教室里议论声不断,明常的考试,我都考不及格,这次考奥数,我就更不行了,就算是为了组建校奥赛队,也不至于广撒网吧,让那些好学生,考考就算了,你们懂什么,这次可是有奥赛的评委在,学校哪敢护呢,咱们还是放平心态,好好考试吧,上一世,白威在这次考试中成绩突出,被前来监考的奥赛评委赏识专心培养,随后一录绿灯,拿到了江广大学的保送,只可惜,他上辈子沉溺在要� 顶泽的恐慌中,无法自拔,白白的失去了机会,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把握,考试正式开始,兼考老师盯着他看了几眼,醋了醋眉,才扫一眼,就把答案写了,这个白朝延,这个白朝延,心思从来不用在学习上,常年缺课,成绩掉车位,这次居然出席奥数考试,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,其实他的成绩并不差,只是上辈子被白威设计,导致心思转到了别处,才使得成绩落后,不过,现在可不一样了,很快,他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整张试卷,剩下的时间, 时间都在睡觉,兼考老师无奈地挠了挠头,这就写不下去放弃了,果真是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考试时间到了,朝延第一个走上去交卷,有些嘲笑道,果然是全靠闭眼梦的答案吧,他回头看了他们一眼,你又不是阅卷老师,怎么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,万一我就全部通过了呢,他哈哈大笑,这种大话也说得出口,就凭你250的成绩和智商吗?哈哈,我看他也别叫白朝延,直接叫白人梦算了,另一个同学大喊道,老师,看看他对了几道题,老师,正在睡眠,都在睡觉,这就写不下去放弃了 他在低头查阅着,几分钟之后,让他想不到的事,竟然全都对了,同学们纷纷不相信,这怎么可能,他怎么可能是满分,同学出声道,他平时成绩一向落后,怎么可能会考满分,老师表示自己全程一直盯着他,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,另外几位同学告知,老师,现在作弊手段可发达得很,是啊,都这么明显了,还不是作弊,一个后劲声会忽然开窍,我可不信,老师愤怒地拍下桌面,白朝延,你居然敢当着老师的面作弊,他大声反驳,我没有作弊,老师呢? 拿起试卷,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分数?朝延醋眉,冷冷地道,这都是我努力的结果,老师把试卷扔在地上,死死地瞪着他,就凭你平时的成绩,考大学都难,奥数居然考了满分,白朝延,你在这骗谁呢?这时,一位老师走过来,捡起了地上的试卷,看了看,解题思路清晰明亮,解题过程简单便利,这步骤,他怎么就没想出来呢?老师看到这一幕一惊,张老,他是江广大学教授,张静明,奥赛评委,奥赛金牌得主,他和谐地笑了笑, 请问,白朝延是哪位? 众人纷纷被打脸,不料他是奥数天才,教授拿着卷子,问道,白朝延是哪位?他开谋,我是,教授笑眯眯地呛了一声,是个好苗子,老师唉声叹气,张老,这白朝延是我们班的学生,我对他最为了解,他的成绩常年班级倒数,怎么可能奥数考满分呢?他肯定是作弊了,白朝延声音冰冷,再次强调自己没有作弊,如果你们怀疑我的成绩,大可以再拿一套题,让我来做,要是我能全部做出来,自然就能证明我没有作弊, 但如果结果显示,我的成绩是真实的,我希望刚才污蔑我的同学,都能向我道歉,毕竟你们的行为,严重影响了我的声誉,同学们都觉得这个白朝延太嚣张了,老师,让他写,我就不信他全能写对,老师同意了,如果你没能全部答对,我就将这件事,当作恶劣事件上报学校,让学校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理,这个,你没有意义吧? 他理所当然的说了两个字,当然,教授很和谐,考题的话,我们组委会倒是背了一套避卷,这位同学,你跟我来办公室一下吧,我会亲自看着你做题,这样有没有作弊,便一目了然了,同学们看着白朝延和教授走了出去,当即哼了一声,这下好瞧了,看他还怎么装,忽然白威急匆匆的跑了过来,姐姐出什么事了? 刚刚听说,我们学校出了个奥数满分,这怎么可能呢?这份题能考鸡哥就不错了,满分什么的,不好说肯定是有,什么问题吧? 姐姐,你是被叫去办公室了吗?朝延看着他十分的淡定,你说的那个考满分的,就是我,他听言一阵,这怎么可能?赶紧向老师赔罪,老师对不起,姐姐这次确实做错了,我代他向您道歉,还请您大人有大量,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,他最后再说一遍,我没有作弊,白威,你也用不着在这抢戏,他表现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姐姐,你怎么这样?我是担心你,朝延醋眉,你还会担心我,他开始装傻了,姐姐,你这是什么意思?我不太明白,他烦躁死了,不明白,看来,你这个年纪, 第一,不过是徒有其表,连这都不能一回,说完转身离开,他搞不明白白朝延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,竟然敢散播他了,两个女生劝道,喂喂,别管他,像他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关心,是啊,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,半个小时后,成绩批阅好了,全部正确,老师都感到不可置信,这不可能,而教授却十分的高兴,真的是后生可畏啊,白朝延同学,你这成绩,完全有参加联赛的资格,我很看好你,他有礼貌的说,谢谢张老师,我会努力的,面无比, 表情的看了眼老师,这一下应该没人再会说,我的成绩是假的了吧,他无话可说,很快消息被传开了,白朝延的满分成绩是真的,他当着组委会评审的面半小时,把整张奥数卷全部作对,这一下可没人再说,他是作弊了,他这哪是作弊,他是开挂了吧,听说冤枉他们班主任和班上同学,都给白朝延道歉了,他不相信,白朝延怎么可能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,这里面肯定有猫腻, 甚至怀疑他还用了别的手段,陆总千年铁树开花了,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朋友了,朝延在食堂吃饭,并给陆景泽发了一条消息,景泽哥哥,我今天考试了,真的好累啊,求嬷嬷,公司这一边,陆景泽正在开会,讲解员刚要问陆景泽,就是意,先暂停一会儿,他十分的紧张,不会自己讲错什么了吧,下一秒,陆景泽回过去一个嬷嬷的表情包,朝延快速的又发来了几条,有了景泽哥哥的嬷嬷,不过景泽哥哥,现在应该是在工作吧,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,等周末放假,我立刻就去见你,陆景泽勾纯笑了笑,这是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,员工看见都已经,陆总竟然笑得这么开心,该不会是铁树开花了吧,修静是看到了什么消息,他紧张得身体颤抖,还在纠结自己真的没讲错什么吧,白威走了过来,垂头丧气的,姐姐,我知道你心情不好,朝延醋眉哦了一声,是吗,他刚刚心情好得很,如果不是他出现的话,白威假惺惺道,你要嫁给陆总的事,我也曾师祖阻拦过爸爸,只可惜无际于事,不过你放心,我是站在你这 这边的,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,嫁给陆总的,不过姐姐,这次的奥数题,你是怎么做出来的,我知道,姐姐有学习的天赋,姐姐肯定是有什么诀窍吧,朝延偏头看了看,原来这才是他的目的,他咳了几声,既然妹妹这么体贴我,那我肯定也不能吝啬,凑过去小声道,妹妹知道临时抱佛脚吗,我在考试之前,双手合十,虔诚其福,使得佛光普照,才让我在考场上毛色顿开,从而得了一个好成绩,只要妹妹效仿,好成绩就可守到情爱呢,白威烦躁了起来,我是 即使不想说,也不用说这种话来耍我吧,回到教室后,她的追求者看见,上前问道,白威,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,是白朝延又欺负你了吗,她其实烦死这个林玉峰了,如果能借她的手,整一整白朝延,这样不仅能教训那个贱人,还能摆脱林玉峰,简直是一举两得,随后她一脸可怜兮兮的看着林玉峰,她的心都痛了,怎么了,白威,发生了什么事,白威委屈的哭了,我今天听说,姐姐傲数满分,本想趁着午饭时间祝贺她,却不想姐姐,她不� 请出言辱骂我,还想让我在老师面前亲口承认,我不如她,她听言大怒,什么,这个白朝延也太过分了,白威伤心的擦了擦眼泪,其实我也理解姐姐,毕竟姐姐能取得这个成绩也很不容易,她都听不下去了,你理解她,那谁来理解你,另一个女生也道,白朝延才考了个满分,就这么看不起人了,白威可是她亲妹妹啊,林玉峰准备离开,去找白朝延讨回公道,她阻拦了一下,她好歹是我的姐姐,玉峰,这次就算了吧,林玉峰回过头来,紧紧的握住她的手,白� 你就是太善良,才会被白朝延欺负成这样,这次放过她,以后她会变得加厉,说完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,她还站起来,假意地提醒一句,玉峰,你别冲动,她喜欢一个人,就会对她死心塌地,不料有一天她,发现了她的真面目,原来她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,玉峰大吼一声,白朝延,她回头看了看,只见一个男生,愤怒地朝自己走过来,用手指着她大骂,白威好歹是你的亲妹妹,你怎么能那么羞辱她呢,她反问道,我怎么羞辱她了,玉峰狠狠地咬紧 你还不承认了,白威可全都告诉我了,她双手抱胳膊,笑了笑,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,怪不得被白威耍得团团转,玉峰放下狠话,你胡说什么,赶紧去向白威道歉,不然的话,我可就不客气了,朝延眉睫不耐烦地动了动,莫须有的罪名,我为什么要忍,说完准备离开,她伸手拦住她,朝延反手抓住了她的手腕,狠狠地把她摔在地上,没想到,锦泽上辈子逼她学的防身术,现在还真派上用场了,朝延低着头看她,你别太天 真了,白威也就是骗骗你,你还真把她当真爱了,难道你没有想过,为什么只有你为白威出头的时候,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,为什么白威受了委屈,每次找的都是你,她始终不相信,那是她依赖我,朝延声音冰冷,今天晚自习,如果你有空的话,可以去华前夜总会门口看看,到时候,她是什么样的人,依赖的到底是谁,你自然就清楚了,晚上,她还是来到了夜总会,不敢相信白威真的会来这种地方,可等了很久,都没有看到白威,准备离开的时候,就听见了白威的声音,红林, 你最近怎么那么忙,我都好,久没有见过你了,那个男人笑了笑,不是我忙,是你太受欢迎了,追求你的人那么多,能见你一面,还真是不容易,说着送给她一件礼物,昂贵的项链,白威看着两眼发光,满眼的喜欢,激动死了,这是她最想要的那条项链,而她看到这一幕,身体都在颤抖,白威主动搂住了她的脖子,红林,你对我也太好了吧,果然,我最喜欢的还是你,她发了疯的大吼,白威, 陆总的保护欲,真的太强了,不准任何人伤害她的未婚妻,玉丰逼问道,你这是什么意思,抓住她的手臂,十分的焦急,白威,你跟我说清楚,她吃痛一声,玉丰,你弄疼我的了,这个男人挺身而出,把她固在了身后,你这是在干什么,白威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玉丰,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哥哥看待,对你没有别的意思,如果让你产生误会,对不起,我向你道歉,玉丰这才看清她的真面目,你是说,从始至终,都是我在自欺欺人, 男人冷哼一声,原来是个连备胎都说不上的可怜虫,还不赶紧滚,他们俩因为争吵打了起来,很快,周围的人都过来观看了,忽然出现了一个人,撞到了白威,他摸着受伤的脸,大吼道,是谁撞了我,几个保镖昂首挺胸的告诉他们,话前禁止斗欧,你们坏了规矩,请立刻离开,男人猝紧眉头,我可是黑卡VIP,你们几个保安就想让我走,我要见你们老板,保镖明确的告诉他,这就是老板的指示,他被打脸了,心里慌的乱跳,保安冷声开口 而且,您坏了划钱的规矩,我们已经将您,纳入了店铺黑名单,如果您,再次纠缠的话,我们不介意采取强制手段,白威拉着他的衣袖,道歉道,这都是我的错,我也不知道,他为什么突然会来这里闹事,我也不想,事情也变成这样,玉峰呵呵笑,自嘲地说自己,原来他说的是对的,我实在是太天真了,他会以为你会喜欢我,其实在你的心里,我什么都不是 最后,他们两个人冷漠地离开,白威搞得有点狼狈,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,另一边,公司,属下前来汇报,陆总,话前那边的事,已经处理妥当了,陆锦泽脸色阴沉,他还没受到真正的教训,吩咐下去,把他触到朝延的那只手切掉,他出了一层冷汗,陆总,他毕竟还是个学生,夫人已经教训过他,如果他断手的消息,传到夫人耳朵里,要是夫人得知,是您做了这些,他眼眸锤了锤,那就先记在帐上,安排车去立香刀中,说完走着离开 在学校教学楼下面,停了一部豪车,学生们惊讶道,哇,那是谁的车,这么晚了,是来接学生下晚自习的吗?这时,白朝延走了出来,看到面前的车,愣了愣,手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,夫人,陆总都已经安排好了,朝延望了一眼车子里面,惊喜地叫了一声,锦泽哥哥,随后坐了进去,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?陆锦泽双手抱着胳膊,镇定地说,一会你就知道了 陆总果真是宠妻狂魔,不允许任何人贬低自己的妻子,服务员要陆锦泽确认菜品,他冷声吩咐,来点香辣的香菜,和草莓类的甜品,朝延此时也开口了,麻烦再来一些清淡的江浙菜,不要香菜,不要酸,他们俩心中窃喜,原来对方都知道自己喜欢的口味,朝延看见一桌子菜,十分地激动,而陆锦泽却淡定地说,你考了满分,随便庆祝一下,他靠过去,亲了一口陆锦泽,锦泽哥哥,你对我真好,他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 满脸的害羞,朝延热情地给他加了一个菜,叫他张口,这时,苏倩走了过来,锦泽,好巧啊,我们真是好久不见了,主动地坐到他旁边,来这也不告诉我一声,陆锦泽没有理会他,反而把包好的虾递给朝延,他温声地说了一句谢谢,苏倩打量了一下朝延,你应该就是白小姐了,还真是跟传闻中一模一样,陆锦泽听到这话就不爱听了,脸色阴沉地看着他,白薇究竟在多少人面前编排过他,不过上辈子,他的确骄纵,倒也怪不得外界风评不好,苏 苏倩笑了几声,白小姐不要误会,我是说白小姐的长相跟传闻中说的一样漂亮,当我听到两位要订婚的消息时,我还吓了一跳呢,身为锦泽的青梅竹马,我以为他会选择像我一样有背景的家族小姐,没想到是我错了,朝延的脸黑了,下一秒,笑了笑,锦泽哥哥要娶的是真心喜欢的人,又不是权势,况且,我并不认为锦泽哥哥需要依靠那些东西,苏倩此时无话反驳,他往陆锦泽身上靠了靠,看来苏小姐对锦泽哥哥的了解好像有些偏差 无论是性格,还是口味,他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,刚要开口,陆锦泽英式的眸子看着他,冷漠出声,你该走了,他只好忍着脾气离开,白薇说的没错,白朝延他不是个善茶,陆总简直是宠妻狂魔,太宠爱自己的老婆了,他们准备离开时,一个属下前来汇报,陆总,刘总邀请您,明晚八点参加刘老夫人的八十岁寿宴,陆锦泽直接拒绝了,明晚他打算带朝延去看演出,朝延摸着下巴思考,刘总,是刘宗蓉吗? 上辈子,白家拿着他的策划案给刘宗蓉,从此抱上了刘家的大腿,才在商界有了立足之地,这辈子可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了,他对着陆锦泽撒娇道,锦泽哥哥,我听说刘总家为了筹办刘老夫人的寿宴,请了不少顶级点心师,你带我去参加好不好,他这才跟手下开口,那就告诉刘总,明晚我会参加,那一天晚上,陆锦泽带着朝延盛装出席晚宴,惊艳了所有人,众人议论,陆总带女伴来了,那不是白朝延吗?虽然漂亮, 却是个没有头脑的花瓶,白家名声那么臭,真不知道陆总为什么会带她来,刘总蓉感谢了他们一番,今日诸位能力领笔人寒舍,参加家母的八十岁寿宴,刘某十分感激,他记得,刘老夫人就是在今天的寿宴上突现急症,因为能得到及时治疗去世了,这件事情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,前世,他为了找寻治疗爷爷的办法,曾跟神医白竹学过一些针灸之术,白竹先生说过,刘老夫人当时是有救的,只是可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,如果可以,今天也许能试着改� 这一切吧,刘总蓉站在台上十分的高兴,比人以为诸位准备好了酒水和点心,还请诸位好好享受,接下来,请家母与各位说上几句,刘老夫人面容慈祥,多谢诸位出席我的寿宴,能来到这里的,都是我刘家的亲友,话还没有说完,觉得胸口一阵阵的刺痛,他见状赶紧扶住了自己的母亲,焦急道,快,把几院长叫过来,几分钟后,集团少爷几云鸣来了,他是公认的医学天才,蹲在刘老夫人面前,详细的询问,你感觉怎么样?刘老夫人吞 吞吞吐吐的说,我胸口疼,缓不上气来,刘宗蓉安慰母亲,别担心,几云鸣医术高明,年纪轻轻,就破格提拔为院长,他会救您的,他感觉情况不太乐观,立即联系华东医院,请他们立刻派救护车过来,他终于慌了,我母亲的情况是怎样的,几云鸣紧凑眉头,这种急症的黄金治疗时间只有五分钟,如果用中医针灸的话,能够有效延缓病情发展,坚持到救护车来,只是他一直专攻的是西医,对针灸之术 没有把握,如果神医白竹在寿宴上的话,他一定有办法,忽然,朝延走了过来,拿出一根细小的针,插在了刘老夫人的脖子上,刘宗蓉见状,立马把他拦住了,你是谁,在干什么,众人惊呼,那不是白朝延吗,他疯了,拿针扎刘老夫人,刘宗蓉大怒道,你别乱来,要是我母亲有什么差错,我不会放过你,突然,陆锦泽从人群里走了出来,信誓旦旦的开口,让他治,我为他担保,白家千金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中医传承者,刘宗蓉 刘宗蓉抬起谋来,竟然这个男人是陆锦泽,几云明叫他先冷静,这位小姐确实在救老夫人,而且看他的行针手法,似乎得自白竹前辈真传,一群人惊呼,什么,白朝延会的针灸,他什么时候学的医术,难道他是白竹的徒弟,这不可能,他就是个花瓶啊,经过一番努力后,他松了一口气,终于结束了,刘宗蓉赶紧问道,母亲,你觉得怎么样,老夫人瞬间觉得好多了,几云明给他检查了一下,老夫人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呼吸已经恢复正常, 刘老夫人的情况确实稳定下来了,白朝延嘱咐道,等到了医院,将老夫人身上的银针去除即可,底下的人很震惊,没想到这位小姐居然将刘老夫人治好了,白朝延居然这么厉害,他不是个花瓶吗,那是谣言,那肯定是极度白小姐才华的人传出去的,他笑眯眯的看着锦泽哥哥,我有点累了,过去吃点心吧,几分钟后,陆锦泽给他加了好几个甜品,朝延呵呵一笑,他是在心疼他吗,锦泽哥哥,针灸虽然耗费心力,但我只是累了,也没有要 饿死,忽然一个老先生走了过来,白小姐,可以打扰一下吗,陆锦泽有礼貌地叫了一声孙大师,这位不是博化大师孙令毅吗,他找他能有什么事,他面容慈祥,刚才瞧见白小姐医术高明,不知道能不能拿出一点时间为我诊治,朝延有点惊讶,找我医治吗,老先生伸出了一只手,颤颤抖抖的,我的手自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频繁剧烈抖动,之前还勉强能够空笔,但是现在就连笔都拿不了了,我私底下跑了许多致命医院,寻求帮助,都没有结果,听说神医 白竹擅长治疗这种病症,但他行踪身份成名,出手医治全看演员,我没得机缘,请得动他,所以朝延有点谦虚了,孙大师严重了,我医术不精,只是会些皮毛,承蒙孙大师看得起,我也不会推辞,大师话技高超,要是因此封闭,实在是可惜,今天毕竟是刘府寿宴,现在恐怕不方便看诊,下周天上午,我亲自登门拜访,为您诊治怎么样,几云明走了过来,打了一声招呼,白小姐你好,陆锦泽责了一声,走了一个又来一个,今天就不该来,几云明 十分恭敬,今天多亏你出手,才救了老夫人一命,白小姐的医术,真是让我自残行婚,刘总也说想,当面谢谢你,说完做了一个起的姿势,客厅里,刘总容道谢道,今天要不是白小姐和陆总,恐怕我就要失去母亲了,从今往后,您二位就是我刘家的贵客,以后如果有需要的地方,尽管开口,我刘总容一定尽心尽力,朝延笑眯眯的点点头,其实,我现在确实有一件事情,请刘总帮忙,听说最近刘总正在犹豫与白家的合作,他呕了一声,合作的事情,白小姐别担心,我很恐怕, 很快就可以签订,朝延摇摇头,我的意思是,希望刘总取消合作,刘总容啊了一声,他竟然要取消白家的合作,没想到白家千金竟然是唱歌天才,朝延淡定的喝了一杯茶,刘总,其实应该看得出,白家的合同,简直漏洞百出,刘总要是真签了,恐怕会摔个大跟头,他也想到了这里,所以才一直搁置,他一脸惊乐的问,白小姐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,我知道,白小姐也是白家的人,朝延眼神挺有志气,白家是白家,我是我,还请刘总能区分开,陆景泽听到这话,都愣了极目, 下一秒,刘总容笑了笑,今天能认识白小姐,真是刘某的幸运,不过,我也总得找人合作的,既然白小姐帮我这么一个大忙,不如,我跟白小姐合作吧,他记得上辈子,景泽一向不愿意,让他顾问生意上的事情,小心的试探,可以吗?陆景泽微微一笑,你想做什么都可以,他听言,心脏砰砰跳,下一秒,答应了与刘总容的合作,他高兴坏了,能跟白小姐和陆总合作,真是我们刘家莫大的荣耀啊,哎呦,我差点忘了,应该是陆太太,他们两个,瞬间不好意思了,他拿出一个 礼物盒,听闻你与陆总正准备结婚,这是我前段时间在拍卖会上得来的,据说英国王妃曾佩戴过,算是我对陆太太的谢礼,同时也算是给陆太太和陆总的新婚礼物,祝两位白头偕老,早生贵子,陆景泽听到这话很满意,双手抱着胳膊,慢吞吞吐吐出几个字,过几天,我会让秘书把合同给你,是刘纵荣的错觉吗?他感觉陆总好像突然变得很高兴的样子,学校这边都传风了,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,陶冶 本周五,本校将与恒北中学一同举办一场交易会,同学们可以自己准备节目上台表演,白薇迅速走到讲台上,手里拿着报名表,想要上台表演的同学,请到我这里来报名哦,一群人涌到台上,纷纷说我要报名,上辈子白薇就是在这时候被方寻看中,从而空降,怕唐春,徐宛如一角的竞选,最后又用了些下三滥的手段,让投资人看中,从而获得了这个角色,既然这样,他也可以去试一试,一位女生问白薇,薇薇你肯定要参加的吧,你是报名唱什么歌呢? 他笑了一声,还没想好呢,忽然,朝延走了过来,既然妹妹也要参加,那也给我报个名吧,白薇一脸震惊,白朝延,你要演什么?他温和一笑,和妹妹一样,唱歌,同学们很惊讶,白朝延你会唱歌,我们听白薇说你从小就五音不全啊,你不是吧,白朝延,不会是因为方寻来,你就硬着头皮,要挤进来掺一脚吧,朝延凑过去,挽住了他的胳膊,怎么会呢?其实我和妹妹从小就一起学习声乐,只是我没有妹妹唱得好,就给妹妹当个陪衬也好,是不是啊,薇薇妹妹,明明是从 从小一起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,白薇总说他唱得不好,结果他就真以为自己五音不全,后来也鲜少在人前开口唱歌,若不是陆景泽听到了他的歌声,也不会知道朝延的歌声这么好听,可他当时却认为陆景泽是在挖苦他,一群人笑哈哈的,行吧,如果你非要参加,到时候可别在交易会上唱得一塌糊涂,那我们不就等着看好戏了?他的马甲又掉了,竟然是唱歌高手,朝延边走边跟陆景泽发信息,景泽哥哥,你后天有空吗?后天,我们学校要举办交易会,我在现场, 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,他简单的回了一根,然后他退掉了后天的所有日程,精心的为朝延准备了一个礼物,担忧他会不会喜欢这个,时间过得很快,来到了后天,女生嘱咐道,薇薇,马上就要到你上台了,你可千万不要紧张啊,白薇笑了笑,我又不是第一次登台,怎么会紧张呢?说着看向朝延,我先去为姐姐试试水,姐姐也要加油哦,他没有理会,冷哼了一声,怎么回事?朝延最近为什么总对他这样态度,无视他,到底发生了什么?让白朝延发生这么大改变,想一想还是算了,总之先安心表演, 凭他的魅力,一定能征服方寻,白朝延都多少年没唱过歌了,他就不信他能唱得比他好,随后他登上舞台,就有人尖叫,白薇今天好漂亮,简直是我的女神,白薇人长得美,歌也唱得好,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存在啊,几分钟后表演结束,方寻满意的点点头,这位同学倒是唱得有点意思,校长觉得很有面子,这位可是我们学校歌唱大赛的冠军,你要是觉得不错的话,等他唱完我就让人把他带过来,方大师可是业内一等一的名人,要是他们学校出了一个方寻的关门弟子,岂不是很好?下台后,女生激 别动道,薇薇,你唱得太棒了,刚刚方大师全程都在看着你,他比较谦虚,交易会上比我唱得好得多得多,方大师看着我也不过是偶然,你们这些话可别乱说,小心被别人当真了,之前上台的他都看过了,都是些不入流的表演,不是跑调就是妄词,根本不足为剧,这交易会上能说得上完美的,也只有他,他笑着和朝延说,姐姐,你不用紧张,像我刚才一样,自然发挥就好,很简单的,他再一次没有理会,直接走过去,白薇怒气冲冲的看着他,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,上台后,底下一步一动道,薇 一遍嘈杂声,据说白朝延五音不全,我这耳朵就要废了,可他人长得这么好看,声音也难听不了哪去吧,你们真是太夸张了,陆景泽听到这些话脸都黑了,命令属下,散场之后,把那几个说话的舌头都给切掉,他确实很多年,没有在人前唱过,但并不代表就没有练习,而且,今天唱歌怎样,本身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方寻想要的角色,他唱歌刚唱到一半,方寻十分的震惊,两眼看着他,白家千金,成为爸总的专属宠爱,方寻立刻站了起来,他叫什么名字,校长 吞吞吐吐吐的说,他叫白朝延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唱歌也这么的厉害,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好苗子,底下又传来了一片嘈杂声,到底是谁传的白朝延五音不全啊,这明明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,你们有没有听出来,这首,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网络歌手出的新歌,是南星的新歌,不过,他翻唱的实在是太好了,我都还以为是南星本人来了呢,陆景泽捶了捶眸,算了,舌头暂时留着吧,手下这才松了一口气,陆总,这不就是他要找的徐宛如吗,今天这首歌,就像剧中的徐� 潮言笑容甜蜜的看着底下的陆景泽,我真的好幸运,这辈子还能遇见你,我送的礼物,你喜欢吗,后台,白维咬紧牙关,潮言怎么唱得这么好,难道他一直没有放弃,还在偷偷练习,这时,方寻走了进来,请问,刚刚唱歌的那位姓白的同学在这里吗,同学们一把拉过白维,这呢,这位就是白同学,他谦虚一笑,能被方大师选中,是我的荣幸,我从没想到,这种幸运的事,能发生在我身上的,然后听见不是自己瞬间愣在原地,我要找的那位同学, 叫白潮言,同学们不可置信地看向他,白潮言他怎么会被方寻看上,方寻走了过去,我想邀请你参加华唐春,徐宛如一角的竞选,说着递给他一张入场券,决赛将在这周六的上午八点举办,举办地点在爱乐音乐厅,凭借你刚刚的表现,我觉得你有机会拿下这个角色,潮言点点头,好,我会去的,白维此刻心灰意冷,怎么会这样,要不是白潮言,被方大师邀请去参加竞选的,一定是他,同学安慰道,微微,方大师错过了你是他的损失,校外礼堂, 潮言跑来见锦泽哥哥,首先问道,我唱的歌好听吗,他轻轻恩了一声,潮言满眼害羞,这首歌其实是唱给锦泽哥哥的,你喜欢吗,他伸手递给他一个礼物盒,潮言看了一眼,这是什么,他简单地说了两个字,回礼,这条项链上竟然还刻了他的名字,这一次他们俩终于两情相悦了,手下插嘴道,这礼物是专门为白小姐设计定制的,陆总开车跨越两百多公里,亲自去取的呢,陆锦泽嫌弃地说了两个字,啰嗦,深情地看着潮言,喜欢 上辈子跟他的婚礼前夕,他也曾收到过一条项链,他们跟他说这是锦泽亲自设计的,可他当初讨厌他到了极点,对他送来的东西也不感兴趣,连看都没看,就将他随手扔到了某个角落,当初,丢弃的又何只是一条项链呢,陆锦泽没有听到他的回答,以为不喜欢,满眼失落,潮言非常激动,我只是有点感动,我太高兴了,锦泽哥哥,你可以帮我戴上吗,他从身后帮他戴上了,既然你戴上了这条项链,就是我的人了,从今往后,你独属于 我,潮言笑得很甜蜜,作为交换,锦泽哥哥也要独属于我才行,说着扯了扯领带,在他脖子上面养了一口,陆锦泽害羞了,身体动了动,潮言伸手摸了一下,别动,锦泽哥哥,你不是说专属于我了吗,那我可要留下印记才行啊,属于专属他的印记,锦泽哥哥一直刻起手里,看着是个霸总,其实是个纯情男高,这么宝藏的人,我这次绝对会好好珍惜,白维在家脸色都不对劲,妈,白潮言现在处处针对我,我是不会放过他的,白母叫他小心 我听说白潮言这次在刘家宴会场上,救助刘老夫人出境风头,随后刘家就突然取消白家的合作,说不定就是白潮言在里面使的绊子,薇薇,白潮言好像已经变了一个人,他不像以前那么好对付了,他哼了一声,就平塌,一个傻白甜的大小姐,能跟我斗,白母呵呵一笑,薇薇别着急,妈会为你打点好一切,不就是华康春的角色竞选吗,你放心,许婉如这个角色,只能是我们薇薇的,决赛当天,王总和方大师握了一个手,笑颜没开的说,我还给方老师带来了一位特 特别适合的新人,白威笑容灿烂,方大师,您好,又见面了,之前在校联谊会上见过,不知您还有没有印象,方寻愣了愣,随后看向王总,你这是什么意思,他挑了挑眉,没有什么意思,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让22号选手获胜,他刚想说什么,王总就说下了狠话,如果连这个都左右不了的话,那我认为,我就没有必要再投资下去了,请方老师好好考虑一下,说完,他俩转身离开,方寻问道,白潮言小姐来了吗,工作人员回复,暂时没看到他,怎么回事,决赛马上就要开始, 他怎么还没到,白家千斤的车技,简直是太高了,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,朝延快速的跑着,最终还是被他们围了上来,一群人黑黑笑,别急着跑啊,小姐,撞到人就想走,没那么便宜的事,这几个小混混,今天从出校门就跟着他,故意找插碰瓷,现在又拦住去路,很难不觉得,是特意安排来阻止他去比赛现场的,为手的勾纯一笑,小姐,我们来好好谈谈,怎么赔偿损失啊,既然如此,他也不会手下留情了,几步就冲了上去,两三下就把他们打倒了,用力猛的一甩, 他就倒在地上,抢了为首的摩托车,不好意思,我赶时间,想要赔偿的话,可以去陆氏集团找陆景泽,如果你们够胆的话,说完,头也不回的开走了,黄头命令,还愣着干什么,快追,后头很快就出现一辆车子,朝延一点也不担心,想追上他,再练他二十年吧,下一秒,他就开进了一条小巷里,上辈子没白跟着陆景泽,这飞车的技术倒是没手声,小混混骂了一句靠,不是说这丫头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吗,这车技起码混了三年黑社会,红毛给老 老板汇报,对不起,被他跑了,话还没说完,一群车就围了上来,四人瞬间惊呆了,这什么情况,保镖大吼一句,知道你们追的是谁的人吗,他们终于慌了,你们要做什么,保镖也不废话了,直接把他们带走了,这一边,比赛开始了,白威得逞的笑了笑,看来他妈确实找人将白朝延拦下了,那他的对手就剩下他,万玉琪,这次比赛的热门人选,只要赢过他,徐宛如这个角色,就只能是白威的了,他上台后,锯了一个躬,各位评委老师们好,我是万玉琪,下面开始我的 表演,刚唱了几句,喉咙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,剧烈的咳嗽了好几声,评委一脸惊慌失措,万玉琪这是怎么了,看样子,应该是嗓子出了问题,万玉琪只好落荒而逃,这时,主持人走了上来,刚刚我们的18号选手出了点问题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比赛,让我们来邀请下一位参赛选手,19号白朝延,白家大小姐竟然是唱歌高手,没人能赢得了他,白威在后台看着,看朝延最后有没有出场,底下一片寂静,主持人再喊一声,请19号参赛� 后台选手议论,19号没来吗,这么重要的比赛,都迟到,肯定是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,我为了这次比赛,早晨4点就起床打怒,如果他重视的话,也不至于现在还没到,白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,很好,不出意外的话,徐宛如这个角色,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,主持人刚大一笑,既然19号选手没有到场的话,那我们就请下一位选手登台,22号选手白威,就在这时,白朝延来了,大喊一句慢着,观众们立马往后看,他此时的头发凌乱,五官十分精致,但透着一股强势的气质 评委们都觉得,这个女孩很漂亮,方寻笑了,白小姐,你终于来了,很高兴你首约,他来到评委面前说了一句抱歉,我路上遇到点事,具体是什么,容我之后再说,这是我的唱段,这是白威上辈子曾用过的,既然他故意设计,不想让他参加比赛,那我就选这个唱段,用魔法打败魔法,岂不是更具有冲击性,主持人看了看卡片,这个跟我们22号选手提交的唱段,是一模一样的,他表现得很惊讶,哦,是吗,那还真巧,白威醋梅,白朝延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, 他提出,如果可以的话,能否让22号与我同台表演,这样的话,也可以节省一些因为我耽误的时间,白威答应了,他倒要看看曹芦耍什么花招,他们表演了一会儿后,评委们觉得他们两个竟然都选了这个唱段,还真的是勇气可嘉,最后的那句可是逐渐升到一六,他们真的能行吗,方寻瞇了瞇眼,徐宛如看的可不仅仅是节奏和唱功,还有穿透力,爆发力等等,各位可要综合评判,白威唱了一小段,声音红亮,评委有点震惊,这位选手的声音空灵, 透亮倒是让人眼前一亮,曹芦耍唱了一段后,这位女评委觉得这位选手很优秀,节奏把握的也很好,唱功也很出彩,林总也很满意,19号的气息很稳,韦音也恰到好处,我看啊,这徐宛如非他莫属,另一位并不觉得,结论不要太早,19号选手唱的不在原调上,节奏也有些快,不如22号选手,刚刚方大师也说过了,要综合评判选手,我们在这里吵来吵去,倒不如听完全段再新评判,白威死死的瞪着他,按照他们的分段,最后唱一六的会是白 白朝延,他故意把最难的这个部分丢给他,他还真的以为自己能唱得上去吗,没有经过正规训练,他简直做梦,白威肯定会认为他会失败的吧,可是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谁,下一秒,朝延唱出了最难的那一段,刚唱几句,评委们十分的震惊,他居然唱上去了,而且这么轻松,我的天,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,白威简直难以置信,这怎么可能,陆总唯一的宠爱,就是他的未婚妻白朝延,白威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学的,十分的愤怒,你是故意跟我选一样的唱段的,他微 一微一笑,妹妹误会了,我不知道妹妹也会选这一段,我只是觉得很好听,这只是个开始,他上辈子给他的伤害,这辈子他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他,经过评委们的专业评判,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19号选手白朝延,男评委很是开心,这女孩简直就是徐宛如本如啊,真是太厉害了,现在其他公司的人也在抢白朝延,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方寻的公司,白威找到了王总,这个角色被白朝延拿了,那我该怎么办,王总叫他放心,我答应过,你母亲一定会让你拿到这个角色的,他很不甘心, 可是白朝延那么心机,抢了最出彩的高音段落,要是我唱那段,那徐宛如一定是我,王总挑了挑眉,你别担心,白朝延不过是个小角色,让他出局还不简单,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,林总为了感谢他,特地投资他喜欢的音乐,还把方大师的星座带给了他,纪院长摇了摇头,医者本应玄乎即逝,所以林总,这票我不敢收也不能收,他笑得很灿烂,您还是收下吧,这部剧非常精彩,您看了绝对不会失望,尤其是徐宛如的演员白朝延,歌喉那是一顶一的好,纪院长听言 愣了愣,会是他认识的那个白小姐吗,特地凑过去,看了看他录的视频,果真是他认识的那位白小姐,他没有想到,白小姐不仅医术精湛,唱歌也宛如天籁,陆家别墅,他高兴地跑了过来,锦泽哥哥,我获得了方大师星座里的一个角色哦,我棒不棒,陆锦泽点点头,很棒,他搂住了他的肩膀,那作为奖励,锦泽哥哥,陪我吃顿午饭吗,陆锦泽调侃道,只吃饭吗,这种程度就可以了,他有点害羞了,要不然,我把锦泽 锦泽哥哥哥一起吃了,话音刚落,他的手颤抖了一下,手机都掉了下来,朝言扑斥一笑,随后说正是,现在方大师的这部剧呢,可能会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,既然我也参与了这部剧,所以我就想,能不能也投点钱,这样我自己,在剧组里,也更有话语权,你看哪,如果他没料错,白威上一世的金主,就是那个王总,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白威丢掉角色,他必定会拿撤资来要挟方许,朝言不如未雨绸缪,干脆彻底拿下这部剧,只不过,虽然锦泽应允他做什么 都可以,但对投资这种事,不知道他怎么想,他猝了猝眉,你想投多少,朝言小心翼翼的说了一个数字,五百万,他眯了眯眼,五百万对于一部剧的制作,只怕是杯水车薪吧,朝言这一刻着急了,下一秒就听见他说,我追投五千万,让他大吃一惊,陆锦泽对他宠爱道,就算是我们一起投资的,他立马扑向了他的怀抱,轻易的叫了一声,锦泽哥哥,白家千金的能力实在太大了,随随便便就能搞垮一个人,王总威胁道,人才重要还是资本重要,方大师您自有判断, 我希望您能将徐宛如给白威,不然的话,方寻并不在意,这是公平比赛的结果,不是我说能给谁就给谁的,他再次警告,方大师,您得想好了,我这笔投资你要是丢了,你和你的剧组可都是要背上巨额债务的,方寻明确地告诉他,白朝言是最适合的人选,我不能为了钱就舍弃角色,背起我的作品,他大吼道,方寻,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,这时,朝言走了过来,看来是我的加入,让方大师陷入困境了呢,他们两个回头一看,当场都愣了愣,朝言笑了笑,既然方大师这么维� 我,也到了我投桃报李的时候了,伸手递给他一笔投资,那现在,我就可以跟方大师就谈谈投资的事宜了,王总嘲笑道,你一个高中生,能拿出什么钱来,下一秒就打脸了,方寻打开一看,都有点惊讶,竟然是五千万,他的笑容灿烂,不改搞,不天人,还是由方大师全权负责这部剧,您看这份合作计划书如何,王总脸色大变,这个白朝言究竟是什么来头,不一会儿,热搜版就出现了一个爆料,著名歌唱大师方寻,谢莫杀驴,徐宛如选角比赛,存有黑幕 众人议论,我去,没想到方大师居然他房了,你看网上有内容实锤,有人发文表示,忍无可忍,无需再忍,方许你扪心自问,我忙前忙后,唯,华唐春,做了那么多,临到,华唐春,上演之前,你竟然把我踢出了投资人的名单,还有某白信小姐空降选决决赛现场,代资禁组的事情,我就不细说了,这两件事,你做的简直糊涂,两个女生看到后议论了起来,我一直以为她是高领之花来着,没想到,还是沾染上了世俗,前排吃瓜,那位白信小姐 是谁啊,下方评论道,白小姐是白朝言,我们学校的,之前我还以为,她是凭本事,禁组的呢,没想到,居然是代资禁组,王总得意的笑了笑,方许,我看你这次该如何收场,但他却丝毫不在意,这点手段就想搞死他,实属嫩了点,随后他拼命敲打键盘,几分钟后,助理匆匆的赶来,王总,出事了,您看网上,热搜Top1,他看到手机的那荧幕,脸色都变了,热搜榜第一,王健云多次发表不良言论,比如,建议用嘴解决不了的事情, 就用拳头,拳头能制服一切,他吓得张大的下巴,脸上出了一层冷汗,现在不用朝言操作了,接下来,他的瓜都会一个个的爆出来,后续每家公司都与他解约了,现在,他变得一无所有,脑袋一片空白,不敢相信会变成这样,白家千金隐藏的身份爆了出来,竟然是最实力的一个大boss,朝言给神秘人打了一个电话,干得不错,不到一小时,那个王总的老底就被你扒光了,不愧是MG工会的顶级黑客,神秘人却不以为然,得了吧,嘿,你自己作为, MG工会的发起人之一,却突然消失几个月不见,一出现就让我们干活,要知道,咱还被国安局盯着呢,他挑了挑眉,G,你好啰嗦,明明自己玩嗨把人家股价都搞定,也太出格了,我还想叫你收连点呢,神秘人却告诉他,股价可不是他整的,朝言这才意识到,自己搞错了,王总打电话求和,却告知,这不是能用钱解决的事,谁让他跟陆总为敌呢,他这才明白了过来,原来这都是因为陆总,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,却得罪了陆景泽,于是亲自找上了门,问,我什么时候惹过陆 陆总的人,过了几秒,他这才意识到,他惹到的这个人,就是白朝言,那五千万的来历也知道了,保安撇了一下嘴,倒也不是太傻,你公然在网络上诋毁我们陆太太,还真是勇气可嘉呀,话一刚落,他彻底吓傻了,白朝言竟然是陆景泽的未婚妻,保镖看他反应过来了,给他指了条名路,与其在这里求陆总,还不如去求求太太,只要太太的气消了,我们陆总一切好说,然后他找到了他们母女俩,大吼道,为什么你从没告诉我,白朝言是陆景泽的未婚妻,我这次真是 被你们母女俩害惨了,白微翻了一下白眼,可不能这么说,王总,你先前也没问过我们啊,白母指责道,而且你答应我,女儿能拿到角色,这事儿,你也没办成啊,王总直接怒了,我不管,你们告诉我,白朝言在哪儿,我要去见他,半个小时后,王总找到了白朝言,深深锯了一个躬,白小姐,实在抱歉,是我有眼不识泰山,得罪了你,您放心,我会删除相关言论,也会开新闻发布会,公开道歉,希望您大人有大量,劝劝陆总,饶了我们王氏,他微微一笑,果然是谨泽出手帮了自己,王总� 这个白朝言再怎么也不过是个高中生,就算他的靠山是陆景泽,一个十几岁的丫头而已,对付他还不容易,只要随便哄哄就可以了,他再次假意道歉道,白小姐,我也是被鬼迷心撬了,所以才做出这种事情来,我现在已经知道乱说话的代价了,您想要我王氏的股份吗,我可以把我手里的全部给您,对了,我最近在拍卖会拍下了一对宝石耳坠,您要喜欢的话,我也一起送你,朝言听到这些话脸都黑了,很明确的说,可能在一切还没,报出来之前,你向我道歉,说不定我就原谅了你,但是现在,我知道你暗地里 做了那么多的垃圾史,你还有什么资格去请求原谅,暴力,淫乱,危险,到底还有什么,是你做不出来的,他听到这句话很震惊,当场脸色大变,朝言慢慢地逼近,声音提高了很多倍,你曾经生生地打死了一个反抗你欺辱的女孩吧,他终于慌了,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,这件事情明明都压下来了,甚至还高价请人将记录全部篡台删除,除非,除非是那个MG工会的人出手,否则绝不可能被发现,难道他就是朝言冷漠地转身离开,就请王总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自由时光吧,下一秒, 警车就来了,给他套上了手扣,王先生,你射报,射黄,射刑是案件的证据确凿,跟我们走一趟嘛,王总死死地挣扎,不要抓我,我要请律师,朝言最后朝他挥了挥手,突然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,白家千金简直太厉害了,是个了不起的医生,几云明给朝言打了一个电话,白小姐明天是不是约了孙大师,帮他诊疗手部病症,我想再近距离观摩白小姐的医术,不知可否,他点点头,直接同意了,几云明犹犹豫豫地开口,那明天我可以去 他多谢季医生的好意,自己过去就可以了,几云明也不好说什么了,那就孙老家再见,他现在可是有家事的人,怎么能跟别的男人同乘一辆车,一切会让锦泽担心的新闻,他都不会做的,半个小时后,他来到了孙老家,看见两名学生被拦在了门外面,不让他们进去探望自己的老师,朝言走了过来,热情地说了一句,你好,保安依旧拒绝,不好意思,孙老养病期间不见外人,你不能进去,忽然几云明出现在他身后,这位小姐跟我一起的,保安这才放他们进去,季先生,真是不好意思,请进,孙老等您很 很久了,一个小女孩在给孙老捏捏腿,他觉得很不好意思,瑶瑶啊,我病了这么久,害你日,夜照顾,瑶瑶却不这么认为,爷爷,您说的哪里话,是您辛苦,将我养大成人,我做这些,也不过是真报恩,这时,他们两个人走了进来,朝言热情地叫了一句孙梦,他也热情地介绍了一下,这是我的孙女,孙梦瑶,瑶瑶朝他走了过来,白小姐,我盼着你来好久了,之前我一直给爷爷寻找名医,却始终找不到,这次,请您一定要治好爷爷,他点点头,我会的,瑶瑶擦了擦泪水 对不起,我太高兴了,我去给你们备茶,朝言取下了包包,看到那些照片问,照片上的这些人,孙老嗓音低沉,这些是我的学生,他们啊,天分很高,又聪颖,不过,我倒是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们了,兴许是工作太忙了吧,明明这些学生就被保安拦在门外,为什么孙老一副浑然不知的模样,他们俩对视了一眼,沉默不语,朝言蹲下来,开始检查,您的病症并不是很严重,治疗过程分为两个阶段,在第一阶段结束后,您会虚弱到进入睡眠状态,所以第二阶段的治疗要 延后半小时进行,在此期间,明绝对不能按压内关穴,否则会引发中风,孙老点点头,好的白小姐,我记下了,接下来,开始失真,插入各个穴道,几分钟后,他已经出了一层层汗水了,几云明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巾,给他擦了擦汗水,白家千金有一颗救人的心,化解了孙老与他的恩怨,朝言赶紧避开了,那个急医生,已经可以了,他尴尬一笑,说了一声抱歉,朝言有点疲惫了,孙老睡着了,等他醒来,就开始第二阶段治疗,届时就能痊愈 这时,摇摇端着茶就来了,爷爷已经睡着了吗,白小姐,真是太感谢您了,要不是您的话,爷爷恐怕,说着,把茶杯摆好了,白小姐,急一声,茶已经备好,请来这边休息一下,他们两个在背后默默地看着他,低声问道,你说,他会那么做吗?几云明眉头醋了醋,希望他不会,摇摇在他身旁蹲了下来,帮他盖了一下被子,下一秒,脸色就变了,变得很黑很黑,十分地冷漠无情,伸出手就要对他下手,幸好朝言及时赶过来阻止了,质问他,孙孟摇小姐, 你这是在做什么?孙老醒了过来,简直难以相信,为什么是他?摇摇这才反应过来,是他们设的一个局,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,其实最早给孙老诊治的时候,我就有所怀疑,他的症状并不复杂,不应该奔走那么多医院,都无法治愈,今天来了孙宅,之后,我又注意到,孙宅外的保镖在有意来人,然而,孙老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,所以,我想,这就是孙小姐有意为之,孙小姐是孙老的唯一亲人,以往的治疗,也是你陪护在孙老的左右,孙老之所以一直美好,只能是你在其中捣 他无比的伤心,孙老啊,我到底做了什么?才让你起了这种心思,摇摇此刻露出了愤怒的情绪,你做了什么?你自己不知道吗?我的好爷爷,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滚吗?你打电话给我那对禽兽父母的时候,都说了什么?我全都听到了,你跟律师拟定遗产的时候,也根本没写我的名字,往我照顾了你这么多年,既然你不认我,就别怪我无情,要不是你想把我送走,我至于做到这份上吗?我也只是想留在爷爷的身边而已,我又有什么错呢?朝言忽然开口,你错在将罪过都推给别人,也怨恨上了不该怨恨 你明明有了条件自救,但却选择伤害唯一对你好的人,摇摇不解地问道,你什么意思?孙老勉勉强强地站了起来,声音哽咽,摇摇,我跟你父母通电话,是因为我想让他们将你的监护权让给我,我在你定遗产时没有写你的名字,也是怕我死后你,无法保护你该得到的东西,其实我早已给你准备好了足够的钱和房产,想等我正式成为你的监护人时,就直接转让给你,我以为我可以给你营造一个安稳舒适的环境,却没想到我所做的这些,都被你误会了,摇摇流出 所以说,爷爷您从来没有想要抛弃我,对不起,爷爷,是我错了,白小姐说的对,我辜负了您的养育和信任,白家千金又被一个医学者所喜欢了,但他已经名花有主了,白朝延这次不仅治好他的救急,还救了他一命,孙老将他最满意的一幅的作品送给他做线,几余明刚想约他,就听见朝延高兴地叫了一句,景泽哥哥,立即扑了过去,你怎么来,他声音平淡,我来接你,几余明看了看,脸色当场就变了,陆景泽眼神狠狠地盯着他,给了他一个下马威,� 随后搂着他便上了车,带他去最喜欢的那家店,朝延摇下车窗,跟他说了一声再见,这时,他眉眼平淡了很多,温声道,再见,下一秒拿起手机,打给了几言,向他打听一个人,他漫不经心地坐着,调侃道,哥,你不是从不过问家族事务一心求一吗?是哪个小护士,引起了你的兴趣啊?是一位叫白朝延的女孩,他听后,愣了愣,是风评很差的那个白家吗?明明已经破产了,却全家还死鸭子嘴硬过着阔绰的生活,在圈内是个笑谈呢,至于你说的白朝延 是白家小女吧,我只知道他风评一直很差,前些阵子还跟陆景泽订了婚,怎么,你问他做什么,总不会是,几云明立刻承认了,是,我喜欢他,他经得立马坐了起来,哥,你疯了吗?看上谁不好怎么,就偏偏看上了白朝延,他就是个花瓶,还是个有主的花瓶,几云明十分维护他,不要这么说白小姐,你没有资格评判他,说完就挂断了,他生气极了,竟然敢挂他电话,忽然,有个女生走了进来,几言,今晚李家有个宴会,陆家和苏家都会到场,你陪我 去吧,他想了想,那陆景泽也会参加吧,不知道他会不会带上白朝延,正好,他可以去看看这个勾走他歌魂的狐狸精,是什么样子的,晚上,宴会来了很多人,有人敬佩苏小姐,财思敏捷,不愧是海归高材生,以后,我们要多多仰仗苏小姐了,他谦虚道,诸位过誉了,我年纪尚小,还得跟各位学习才是,几分钟后,陆景泽搂着白朝延走来了,这风姿惊艳了所有人,简直太美了,工作人员立马赢了上去,陆总,白小姐,他们看见后,都一惊,那 是白朝延吗,这么好看的吗,我以前见他,不是这样气质的,几言得意笑了笑,难怪几云明会看上这个白朝延,原来是被美色诱惑啊,陆景泽走过去,向他们介绍了一下,这位是我太太,他有点惊讶,陆总,你什么时候结的婚,陆景泽回复,快了,距离婚期还有半个月,他哈哈大笑,这样,两位还真是天作之和,那我们就提前恭贺陆总和白小姐,新婚快乐,早生贵子了,苏小姐看见这一幕脸都黑了,今天的宴会,他要让白朝延颜面尽失,白家千金以牙还牙,对 最恶毒的新机女,今天这场宴会对他来说至关重要,因为将会发明出新型医疗器械的余和江,会带着他的项目来寻找机会,可上辈子他不懂这些,不知道那种器械对爷爷的病症有效,当时余和江因为没有拉到投资,延后了器械的研发,等到最终产品面试的时候,爷爷已经错失治疗机会,与世长辞,如果他今天能在余和江身处低补期的时候,投资他的话,祝他早日研发出产品,爷爷或许就有救了,一个房间里,坐着一个男人,朝延一眼看出了他,就是余和江,正准� 过去时,却被几言给拦住了,白小姐是吗,之前没能与您认识一番,现在终于得了机会,我是几言,纪师的董事长,他抬眸,请问纪先生有什么事吗,几言笑咪咪的,白小姐可能跟我不熟,但一定认识,我哥哥,几云明,他听言,这才微微一笑,哦,原来是纪董事长,幸会幸会,不过我现在有点急事,咱们一会再聊,他又准备走时,再次被几言拦住了,白小姐,有什么急事,我陪你一起啊,他醋了醋眉,几云明是个挺不错的人,可这弟弟,他好像刻意 拦着他,是为什么,忽然,苏倩走了过来,白小姐,又见面了,他这才意识到,他们是一伙的,这场宴会上,苏倩设计他掉进了喷泉池,虽然当时的细节记不清了,但是他确实害得他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,那他就以牙还牙,苏小姐让纪董事长出面独我,应该不只是想跟我打个招呼吧,苏倩脸色大变,一字一句道,我希望你能离开锦泽,他扑呲一声,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什么,你叫我离开就离开,你凭什么,苏小姐应该知道,锦泽是喜欢我的 他烦躁死了,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,让锦泽答应娶你,只要你肯离开他,我会无条件答应,你三个要求,怎么样,那他的第一个要求,就是,我希望苏小姐能收回对我的要求,要求二,我希望苏小姐能认清现实,就算我走了,你也进不了锦泽的心,请趁早放弃,及时止损,这要求三嘛,暂且保留,等我想好了,我就告诉你,苏倩生气极了,白朝言,这是在戏弄我吗,他立马承认了,对啊,我可是在配合苏小姐啊,锦言摸着下巴,琢磨了一下,这白朝言,还真是伶牙俐齿 与传闻完全不同啊,这时,苏倩伸手想推他,没想到最后被朝言推了一把,他直接掉进来了水池里,朝言高兴死了,你怎么掉进喷泉池里了,快,我来救你,他却紧紧地把他的头压下去,一边再喊,苏小姐,你快抓住我的手啊,我拉你上来,来人啊,苏小姐掉进喷泉池里了,快来人啊,锦言站在一边傻了,还有这种操作,帅气的陆总,简直是宠妻狂魔,不允许自己的妻子受任何伤害,几个人听见呼喊跑了过来,怎么回事,出什么事了,朝言啊了 他一声,没事,苏小姐只是呛了点水,我刚刚已经试救,他会没事的,他们难以相信,白朝言居然救了苏小姐,还真是稀奇,据说这两位还是情敌关系,没想到这位小姐能够不计前嫌,出手救人,真是不得,不佩服,天这么冷,落水救人这种事情,那些小姐们向来放不下架子,没想到这位小姐竟破了地,朝言表示自己没事,只是沾了些水,下一秒,一件外套罩在了他的肩上,朝言回头一看,竟然是陆景泽,他十分着急地问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朝言垂头低伤,一件外套罩在他的� 一声道,没什么,就做了件好事呗,他死死地把他搂在怀里,你真是,一刻不能离开我的视线,苏倩剧咳了几声,景泽,你可要为我做主啊,是他把我推下水的,他一脸无辜地看向他,苏小姐是不是被水枪糊涂了,这么多人都看见,我是在救你,苏倩大喊道,胡说,明明是你把我往水池里压,陆景泽脸都黑了,眼里透着一份冷,苏倩,你是在说我太太想害你,他当场慌了,竟然连景泽都不相信他,他扫了一眼四周,几言在现场的,他都看见的, 几言呢,他此刻已经躲起来了,一开始他说,让他帮忙拦着白朝言,也没说要害他,可惜偷鸡不成十八米,刚刚明明是他想推白小姐下水,只不过被他预判了反制,这怎么说呢,几言最后溜了,那个陆景泽可不好惹,苏倩竟然打起了感情牌,景泽,我们青梅竹马一场,你要相信我啊,陆景泽一把把他横抱了起来,我们回家,他赶紧出声,我现在还不能回去,我还有重要的事,陆景泽问,是要找什么人吗,从今宴会开始你就在左顾右盼,你要找谁,他犹犹豫豫地开 一位叫余和江的研究员,他担心陆景泽会不会起疑,如果追问起来,该怎么解释呢,然后陆景泽命令,三分钟内,把这个余和江带到我面前来,他还紧紧抱着朝言,担忧道,你跟我去车上,把试衣服换了,在车上,朝言说了一声抱歉,景泽哥哥,我不是故意想让你担心的,他慢吞吞地吐出几个字,你最好是,距离靠得太近了,朝言都有点害羞了,门外,手下敲了敲,陆总,人带来了,他走了出去,十分诚恳,您好,余先生,不好意思,用这种 方式请您过来,我是白朝言,听说您最近在研究一款医疗器械,我非常感兴趣,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投资您的项目呢,原来是为了投资,还以为惹了什么事,吓死自己了,白家千金,从小也是个苦命人,凭自己的聪明,才智活了下来,余和江没有任何隐瞒地说了出来,以往敬意的投资,扔着项目里,都打了水漂,这次恐怕也不会例外,你不怕,朝言递给他一个文件带,科研项目有多少失败,都是正常的,这款器械的研发,是立国立民的好事,何况我相信于先生的能力,请您也 给我这个机会,他打开看了一眼,连计划书都准备好了,看来白朝言是诚心,想要帮他,老实说,现在算是我人生的低谷期吧,没想到会遇到白小姐,不过白小姐这么坚定,应是有什么原因吧,朝言很诚恳地说,我有位至亲身患重病,您的器械,或许会对他的病情有帮助,所以,亦我希望能尽快研发出来,并让我的亲人,尽早使用到他,余和江推了推眼镜,原来如此,好的,我明白了,然后他转身离开,陆景泽问道,你说的至亲,是你爷爷吗?朝言眼里有点伤心,对不起,景 景泽哥哥,这件事风险很大,也不知道有几成把握,所以我不想,陆景泽立刻抱住了他,不用跟我解释,我说过,你想做什么都可以,明天,我陪你去看看爷爷吧,另一天,朝言很早就来到了医院,景泽哥哥说陪他一起来看爷爷,怎么没看到他人,看了一下时间,可能是自己来得太早了吧,打开那扇门之后,就看见陆景泽和爷爷在下象棋,并有说有笑的,玩得很开心,朝言看到这一幕,有点惊讶,他扭过头来,声音十分温暖,朝言,你来了,我到的早些,想给爷爷个惊喜,朝言暗暗松了一 一口气,别是惊吓吧,爷爷今天十分高兴,严严,我的好孩子,你来了,自从爷爷诊断出癌症之后,就一直郁郁寡欢,今天这么精神焕发的样子,还真是少见,然后他立即扑了过去,爷爷,我好想你,您最近身体怎么样了呀,护士笑眯眯的,白小姐,您放心白老先生在我们医院的照顾下,病情已经基本稳定,身体也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呢,刚才陆总已经跟我们院长交代过了,基于白老先生的需求状况,我们医院马上会给老先生换到最好的病房,24小时都有医护值班照顾的那种,爷爷悄悄地 他说,这小子就是陆景泽对吧,一来就给我送补品,换病房还陪我说话下棋,我还以为是什么推销人员骗我家底,才来无视献殷勤,没想到竟是我孙女婿,他听得有点不好意思,前世的时候,景泽也是私下为他和爷爷做了很多,但但是他的行为却让他感到烦躁窒息,因为他总是会出现在他生活的每一处空间,甚至想不通他对他的霸道和战友欲究竟从何而来,可现在想想,这也许就是他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吧,爷爷突然有点忧伤,严严,家里那些人,他们对你还好吗? 他压了一声,他们还惦记着,您要给我的那份财产,至于白家,已经快被他们霍乱破产了,爷爷叹了一口气,都怪爷爷没用,让你一个人撑了这么久,被他们一伙人欺负,朝延摇摇头,才不是呢,爷爷,如果不是您早有遇见,立下那份特殊条件的遗产,继承公正书,我恐怕都活不到现在,也许早早就跟妈妈当年一样,白家千金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,长大后,他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,小时候,他哭得很伤心,抱着母亲的骨灰和妈妈,朝延会乖乖的,你不要 刘朝延一个人好不好,朝延好孤单,然后他们三人就走过来了,白府大喊道,白朝延,还不快过来,他眼泪汪汪的看了一眼父亲,白威双手抱着胳膊,真会气,他怎么还抱着个骨灰和啊,爸爸,我不喜欢他,他小心呵护,微微乖,你先委屈委屈,等一下爸爸给你买新衣服,补偿你好不好,朝延抬头问,爸爸,他们是,白府介绍了一下,这是白威,你的妹妹,这是你段阿姨,以后她就是白家的女主人,你的新妈妈,新的妈妈,这四个字眼,让她愣了愣,看了一眼手中抱着的骨灰和, 才意识到不对,我的妈妈还没,还没等她说完,白威就伸出一只手要去抢,还不把那个脏东西丢掉,朝延死死户进怀里的骨灰和,在拼命挣扎中,他不小心从楼上掉了下去,这三个人就居高临上的看着,没有任何举动,朝延此刻已经昏迷不醒了,头也磕破了,几秒后,白府才微微皱眉,白威推卸责任,我可没碰她,是她自己摔下去的,她母亲也是如此,这可不赖我们微微,她走过去查看,伤得可不轻,扭头冷声吼道,你俩傻站着干什么,还不 快把她送去医院,白威毫无关心,干嘛这么紧张,她又不是我的女儿,怎么,难不成你心里还想着那个死了的女人,她骂道,你懂什么,朝延的爷爷一直对她呵护有加,遗产也早就订给了她,如果她18岁之前出了什么事,遗产就会被老头捐赠给慈善机构,白威这才反应的过来,立即跑了下去,还有这种事,你怎么不早说,从那之后,段玉杰和白威对她态度180度转变,至少表面上维持着和蔼可亲,爱护有加的样子,而她因为摔到头,引起了脑震荡,对那天发生 她的事,记忆有些模糊,也就渐渐忘记了很多细节,直到在火海中被烈焰灼烧,那种击穿灵魂的痛苦,那她突然想明白了一切,她的母亲就是被他们三个联手害死的,爷爷拉着朝延颤抖的手,安慰道,炎炎,别难过,你其实大可不必因为爷爷的事,对他们忍气吞声,你尽管做你想做的事,即使是要对付他们,她想了想,没错,这次,她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,陆景泽在门外,看着朝延和爷爷,唇角笑了笑,她这辈子就认定她了